周日的傍晚 警察宿舍的一间房门被敲响了 昨晚胡不凡值得夜班 这时才刚刚起床 因为是男宿舍 听到敲门声 就以为是隔壁的同事过来借东西 于是胡不凡连衣服都没穿就开了门 可一开门胡不凡就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一个打扮时尚的长发美女 胡不凡愣了半天才想起来 自己还光着膀子 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慌忙地躲到了门后 问起美女的来意 不好意思 请问找我有事吗 几天不见就把我忘了 不凡神探 这位美女一开口就是熟络的样子 胡不凡仔细端详了半天 发现这人看上去是有些眼熟 呆呆地看着这眼前的人 好半天胡不凡的脑子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 这才看出来来人竟然是警队上的小爱 小爱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跟站路边的一样 说什么呢 快穿衣服 我找你有事 说起来也不怨胡不凡 小爱平时都是穿着警服 英姿洒爽的模样 真的是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 更别提还画着那么浓艳的妆容 十几分钟以后 胡不凡才明白 原来这几天出了一个专门杀红衣女性的连环凶案 局里派小爱化妆去当诱饵 引凶犯献身 为什么派你去 因为咱们局里数我最漂亮呀 也奇怪了 怎么又是针对红衣女人 因为颜色会影响人心情 比如蓝色会让人沉静 黄色会让人感到危险 而红色骂会刺激人兴奋的神经 路上两个人聊了起来 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 好像针对女性的连环凶杀都对穿红衣的有偏好 还真是奇怪 小爱学的是犯罪心理学 倒是可以解答不凡的疑问 的确 这类案子平发 案发后总是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 弄得很多女性都不敢穿红衣出门 说到这里 小爱突然想起一件老师曾给自己讲过的灵异案件 也是涉及红衣女人被害的 小爱知道胡不凡就喜欢听这个 于是便给她讲了起来 案件发生在1998年 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小县城 一天深夜 一个搞养殖的老汉顺着村路正往村中走去 当走到村外的一个路口时 突然感觉脚脖子被一只手给抓住了 老汉回忆 当时那感觉很真切 不会有错的 被梦的一拽 老汉毫无防备 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可是摔得不轻 老头心里那个气 回头就骂 可是身后却一个人也没有 与此同时 老头发现自己的手 触碰到了一滩黏糊糊的液体 老头低头一看 那竟然是一大滩血迹 而且还有一道长长的血红色的拖拽痕迹 一直延伸到路边的草丛中 老头心里顿时落腾一下 他奢着胆子沿着血迹 朝草丛中看去 这一看 吓得他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那草丛中有一具女尸 浑身赤裸 一件破衣服 胡乱地盖在女尸的身上 那女尸身上 有明显的碎裂伤口 一看就是从高处跌落摔死的 或者是被车撞死的 老头哪里还敢再看下去 吓得他一嗓子向村里跑去 马上报了警 接到报警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对周围的情况做了仔细的检查 经尸检证实 这名女子是被汽车撞死 然后拖拽到路边抛尸的 虽然衣服被脱掉了 但是她死前并未遭到刑警 当时在场的刑警里对心中已经认定了 这就是一场车祸致人死亡 抛尸逃逸的案件 想着回去 就移交给交警部门接受 可事实证明 李队的分析错了 因为与此相同的案件 就在那一段时间接踵而来 咱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此地在短短的三个月中 一共出了九起相同的抛尸案 死者无一例外 都是穿着红衣服的女性 被抛尸失君赤身裸体 衣服都盖在尸体上 而且未被性侵 经调查 死者都是在附近工作 或者生活的女性 并无交集 可排除仇杀情杀之类的动机 偶有钱物手势丢失 但是金额并不大 说涂财也说不通 这案子一度无从查起 直到有一个受害女子 侥幸活了下来 这才让警方掌握了一丝线索 这名幸存者叫水妹 是县里木具加工厂的一名女工 三天前 她精心打扮了一下 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回家时 天色已经很晚 当时她正走在路上 看到后面有车灯光射来 便一直贴着路边走 可是那灯光依然紧跟着自己 于是她诧异地回头看去 一回头 发现身后一辆大火车 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时在想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水妹只感觉一阵剧痛传来 身体就飞上了半空 万幸的是 水妹并没有死 虽然身体动不了 但是她的头脑还算清醒 这时她看到撞自己的那辆大卡车 停在了自己的身边 驾驶室中一个男子 正朝着自己宁笑 那男人走到她身边 便开始脱她的衣服 还把她脖子上的金项链拽下 揣到了兜里 接下来的是 水妹一生都不愿意再去回忆 那个男人对她进行了 很长时间的违信 极其变态 本来那男人看到水妹没死 便想掐死她的 可是这时路上驶来了一辆轿车 那司机也看出了不对劲 一边按着喇叭 一边大喊了起来 那恶魔受到惊吓 也顾不上水妹了 窜回卡车里 一脚油门就跑掉了 水妹被轿车司机送到了医院 保住了性命 线索是有了一些 可是因为没有记住卡车的车牌号 也没有记住那个司机的脸 案件依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又过了半个多月 县里的水泥厂出了一起车祸 才让案件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那段时间为了这案子 交警与刑警大队联合办案 所以这起车祸 刑侦队的李队也跟着过去了 本来是一起普通的车祸 可是李队长一眼就看出了 那个司机有些超乎寻常的紧张 把人带回去医审 那人很快就交代了 最开始为了解私愤 他撞死了一名女性 而后他竟然从中体会到了莫大的快乐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专门撞死 为一些红衣女子 在调查下去 这名司机冯某某 以前竟然是一位教师 而且脱去鸭舌帽 冯某某一脸的书卷器 哪里像是九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不过调查他之前的过往时 这家伙做下的坏事还真不少 以前当老师时 就不止一次被抓到偷窥女生洗澡 上厕所 还被当场抓现行偷窃女性内衣 因为屡教不改 多次处分后 被开除了教师队伍 这才做起了大火车司机 什么吗 这就是死变态 哪有什么灵异 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 后来李队把我师父请过去协助调查 这衣冠禽兽的行为 听得胡不凡是一阵的恶心 面对胡不凡的唠叨 小爱也没有卖关子 继续讲了起来 原来这人被抓后 大家也认为 他是不是有精神类疾病 所以请了小爱的老师过去做鉴定 也因此了解了更多的细节 其实冯某某已经结婚了 但是因为扭曲的心理 对妻子并没有什么兴趣 反而对出去杀害猥亵红衣女性 有着控制不住的欲望 灵异的事 就出在他犯事的那场车祸上 那天他控制不住内心的疯狂欲望 又一次驾车出了门 因为这段时间频繁作案 乡间的马路上 根本就没有女性赶走了 更别提是穿着红衣服出门 他找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目标 可是正当他烦躁的时候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目标 十分符合他猎捕的标准 那女人乌黑的长发过肩 两条修长的大腿 看上去格外的迷人 特别是那一身刺眼的红色连衣裙 更是刺激的冯某某的血液 都沸腾了 正当冯某某一脚油门 想猛地冲向那名女子时 那女人慢慢地转过了头 这一转过头 可把冯某某吓坏了 那女人满脸的鲜血 一颗眼球挂在脸颊上 正朝自己诡异地笑着 别看冯某某杀了那么多人 胆子依旧不大 见到这诡异而恐怖的一幕 吓得他尖叫着闭上了眼镜 本想着冲过去逃命的 可是没想到 接着就感觉车子 撞到了建筑物上面 他睁开眼睛一看 卡车竟然撞进了水泥场 可是他刚刚明明在路上的 冯某某半天才缓了过来 就想下车看看 可一抬头 却发现面前垂下了 两只滴着血的脚 再抬头一看 吓得他血都凉了 刚才那个女鬼 正飘在自己的面前 浑身上下满是腥红的血液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这个连续杀了 好几个女性的变态恶魔 被眼前恐怖的一幕 吓得歇斯底里地尖叫了起来 眼前的惊悚 也让他忘记了逃离现场 后来警方在处理事故现场时发现 那水泥场的墙上 挂着一件带血的红衣服 应该是被风刮过来的 一直飘荡在空中 经过鉴定 冯某某并没有精神疾病 扭曲变态的心理 无法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 最终冯某某被判处了死刑 小爱的案子讲到这里结束了 此时车子也行至到 一个人际罕至的郊外路口 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 小爱不敢让胡不凡再送了 车子停在了路边 而接下来就要引出 当年轰动全国的红衣连环杀人案